大家好 我是宋新芝 我们研究的一个总的题目呢 是无人作战的飞机 也就是无人战机 在未来战场当中 会向什么样的趋势发展 能达到一个大致什么样的性能 我们上一节呢 是分析了作战样式的变化 因为作战的要求 对无人机的性能和发展 它是一个实战的牵引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牵引 我根本作战没有这种需要 或者说你也完不成相应的任务 那么你就不可能得到军方的支持和采购 那么你就没有发展动力了 无人战机发展的重要的一个牵引力 就是军方的需求和作战的要求 第二个呢 动力就是你的技术的发展 能对无人机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对它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呢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条呢就是 无人机现在大致呢分为几个领域 一个呢就是它是悬翼型的 悬翼型的好处呢是起降性能非常好 就是起飞落地这个是效率最高的 但是悬翼型的无人飞行器它有一个弱点 就是它的载荷能力背多大重量和远航能力飞多远 这个是飞行器比较差的 那么固定翼的无人机起降不好 起降滑跑距离怎么也得有一个跑道吧 你是再短的跑道你总得有一个跑道 那么起和降都受限制 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载荷能力强远航能力强 所以我们看无人机技术的发展 首先第一条要解决的就是能不能够解决起降极短远航又强 现在美国人的办法呢是偏转旋翼 我们看它这个有人驾驶的飞机 鱼英装备 下一代的直升机美国陆军提出的一个垂直起降飞行器 它也选的是这种偏转旋翼 最新的这个偏转旋翼飞机呢叫V280 它是旋翼转发动机不跟着转 我们看无人机上彩虹序列中间也有一种偏转旋翼 那个偏转旋翼也有特点 它是外翼段跟着这个发动机舱一起转 这个也有它的一些特性 也就是说无人机的发展在技术途径上 它一定要想办法突破 起降尽可能的短 同时远航能力尽可能的强 那么这个选择一个就是偏转旋翼 无人机都是用的螺旋翼 不管你是用火栽发动机 还是用窩甲发动机 还是窩轴发动机 反正你是用螺旋翼 你是用旋翼 这个速度肯定飞不快 也就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以下 那么这种呢 它的飞行性能最大的问题就是飞得慢 当然飞得慢也有好处 飞得慢便于凝视 就是我盯着一个区域一个目标 我死盯着你看 看你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细部的侦察的效果 这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说真需要你快跑的时候 你得能飞得快 就是你能慢得下来 你也能快得起来 那么能快还能慢 这个是一个重大难题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无人机的应用 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而且功能作战能力上都会有突破 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动力 从动力来说呢 其实对无人机来说呢 因为首先它的推进方式有决定 你是用轮响 你还是用涡轮风扇 涡轮风扇你速度肯定快 现在很多无人机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看到珠海航人 看到很多无人机都是这种喷气推进 这一喷气推进 它的速度马上就上到500公里以上 那么这样一个速度提升的重大好处 就是它的战场生存力会大幅都提高 原来一直说这个无人机啊这个东西 反恐可以 侦查一下也可以 低烈度出风当中呢 飞的慢一点没关系 你不想打我一下 反正打几个眼睛 你不打 但是一到高对抗强度 对方防空能力很强的时候 无人机就损失很大了 在俄乌战争当中 无人机的损失比例是最高的 像这个乌克莱的无人机是百分之百的损失率 当然它有别人援助 不停的给你打掉了 没关系再继续 不出 但是无人机的损失率 平时的损毁就比较多 战时一遇到打击 一遇到干扰 那损毁率就更高了 那么 这个损毁率就决定了 必须要考虑什么 要廉价 你如果太贵了 太复杂了 你就玩不起 支撑不起 不可持续 不可持续的时候 就是打打人家 用防空武器打你的时候 防空武器很便宜 打掉你一个无人机 你无人机很伟大 你就不知道 如果你很便宜 对方防空脑袋 就不可持续 或者说不合算 所以这也是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难点 那么这些技术上的难点 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呢 就会决定 无人机将来 朝什么方向发展 无人机还有一个重大的技术 就是信息技术 就是传感器 怎么发现目标 怎么传递信息 把图像信息传回去 把无人机控制站的信 指令信息接收过来 同时还能避免对方的干扰 而且还能够实时对武器的指导 我释放武器以后 怎么指导 所以无人机的信息系统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发展的领域 那么信息技术 尤其是计算机的算法 信号的处理 这些也是 无人机性能提升的一个 最重要的技术支持 这一部分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们下一期 再继续分析一下 无人机的发展 它的弱点怎么克服 它的优势应该如何发挥 谢谢大家